灵奇摇头否认 不不不 如果她穿着裙子 让你们看到伤口了 这反而不合理 因为对一个女性来说 外观是更重要的 腿上破了皮 流了不少血 她却穿着裙子 露出个大伤口的腿 这似乎是想故意把伤口给你们看 可是她穿的是长裤 反而是合情合理的 灵奇想了想 又说 你们问她当时的情况时 她是直接把徐天丁 对她动手动摇的事情 告诉你们了 还是你们费了好大劲 才问出来的 小松回忆着 一开始她不肯说 就说送了外外的事 但我们觉得 她说话没有干净 所以追着问 她吞吞吐吐 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的 小李也说 是啊 当时宋阁动眼告诉她 我们是在查案子 让她把实情通通说出来 她才交代的 灵奇摸了摸鼻子 啊 这也合理 遇到这种被骚扰的事 既然她当时没有报警 事后 肯定也不想被更多人知道 如果她一见到你们 就把情况一口气说完了 反而像是在演戏啊 这么说 朱慧如没有嫌疑了 那也不一定 灵奇目光投到窗外 看了一眼 又转过头 眼角微微收敛 她的表现 从表面上讲 没有任何问题 也很符合常理 可是 如果她的这番表现 是在演戏呢 那说明 她的想法 已经走到了 我们警察前面 而这个女人 那就不得了了 小松哈哈一笑 这不可能吧 这种细节 我们俩也没有想到 那么多呢 一个打工妹 如果在警察面前 都会演戏 那世上的罪犯 都太厉害了吧 以后我们还怎么办啊 是啊 一个普通的打工妹 哪有这么聪明啊 如果是她杀的人 就算她想演示 她肯定迫不及待的 让我们看到 她腿上的伤 迫不及待的 说出前天晚上的事 让我们对她放弃怀疑呢 更不会反其道而行之 小松接着说 我听谷老师说 现场当时 有很多张 一百块折成的爱心状 扔在案发地附近 让人捡 很有可能 是为了破坏现场 估计有几万块了吧 一个打工妹 哪会舍得花那么多钱 还想出那么强烈的办法 破坏现场呢 而且 凶手杀死徐天丁之后 还在她身上割了那么多刀 划出密密麻辣的血条 这种事 一个小姑娘做不出来啊 灵奇明明嘴 点点头说 也对啊 换个角度 看朱慧如的嫌疑度不够 不过 她是现在所知的 当晚最后和徐天丁 发生纠纷的人 而徐天丁买这么多啤酒 不是约了其他人喝酒 而是想找朱慧如一起喝 好以此 借酒精发生关系 至少 徐天丁当晚一个人出现在河边 又买了一堆啤酒 这两个动作 都是为了朱慧如 而不是为了别人 啤酒罐上 又被人擦去指纹的痕迹 显然指纹和凶手是有关系的 那么 在朱慧如走了之后 是有什么人杀了徐天丁 并且还碰过啤酒罐呢 这很奇怪啊 小宋道 不是还找到一个啤酒罐 上面除了徐天丁自己的指纹 还有另外一个人的指纹吗 拿这个指纹 跟朱慧如比对一下 不就知道 是不是跟他有关了 灵奇说 不急 比对是肯定要做的 不过现在 还无法肯定留下指纹的一定是凶手 也许是卖酒给他商店的人呢 也许是更远时的啤酒运送员 如果现在比对发现不是 容易影响我们 对潜在嫌疑人的判断 主观上 先否定了朱慧如涉案的可能 在这之前 我要先去找一趟朱慧如 我要看看他的表现 我们先去把监控调出来 我要看一看 当晚朱慧如进出监控时的状态 谢谢您好